每一份城市的工作都跟畫畫跟設計有關係 每一任老闆都給我機會去圖畫圖 第一份工作是跟柬埔寨的有機的公平交易的商品有關係 所以我就有實力去柬埔寨去觀察他們的生活 有畫一個動畫是我自己選Fresh畫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想像中的柬埔寨的 然後我就是他們有個家族 然後爸爸的工作是去採棕櫻堂樹 然後棕櫻堂樹他會有花蜜 然後就是那種 可以播音樂嗎 可以 敲 所以 應該是 因為我 原本人在Youtube這一個好像也是大聲一點 沒有 有外接啊 有 有 好 怎麼樣 好 有 Record 有 探釋 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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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有 有 我可以講一個 我可以講一個 對 然後就是 就是當初有為這些角色設定一些他們的工作 然後可是因為 因為動畫是要做太久了 所以我只做一個 然後就是 我熱愛畫的就是那些 裸肉的人 對 然後就是 就是很喜歡旅遊 所以我創作就跟旅遊跟裸肉的關係 好酷 然後就是在講說 他去採了花蜜 然後因為那個花蜜是 喝了就會很有能量的東西 所以就是 呃 就是剛剛不是有個變身 就是有喝了花蜜就會有能力變身 然後就是 就是採完花蜜就是我那種 歡樂的花蜜這樣 對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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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 嗯 我的粉絲團是去年9月才成立的 然後 然後 因為其實從 從小就喜歡畫畫 可是 就是都是在家裡自己畫 然後 上次也在畫 然後 所以然後 可是雖然是讀外文系 但是畢業之後就是很lucky 就是做跟設計有關係 跟畫畫設計有關係 然後去年 我剛剛第一份工作是那個鹹虎仔工作 可是第二份是在飯店 然後就很lucky也是飯店 在那份工作幫我辦了一個畫展 然後就是 因為那個畫展 然後就是 有被那個 DTI 就是那個雜誌 的編輯發掘 然後就是有在上面 也刊登了我去年去環島畫的過程 對 然後就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對 可以看一下 就是 我去年一個人去那個環島 然後就是 畫了就是環島旅遊發生了有趣的事情 然後就上了DTIA 然後就是 被那個 木墨 它是一個插畫經濟平台 然後就是 因為創了粉絲團 然後 他們就在公路上發掘了我 然後我們公司就是 你們可能不知道我是誰 但是你們知道馬來摩 馬來摩跟HH先生 就是他們就是我的 同事 對 然後就是 非常感動就是 可以進到默默這個 大公司 因為就是對我來說 畫畫只是我的興趣 我沒有想要靠它去賺錢 或是怎樣 可是就是因為 就是被發掘之後 就是有很多曝光的機會 然後又可以 不用改變我原本的畫風 然後就是 盡情地畫我裸露 裸露 其實我就是 其實我不是想要裸露我的身體 我是想要裸露我的內心 就是 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內心 是一個很 開放的 可是我不能夠裸露我的心 所以我只能裸露我的身體 對 所以我的創作都是跟 呃 我看一下 所以然後 就是 我的周邊商品 跟裸露跟裸露 所以我的朋友都 所以我朋友都以為我很愛 就是裸露 但是我不是很愛裸露 我只是想要裸露的內心 然後 對 然後我就用 因為我很喜歡草間米神 大家知道草間米神 知道 我非常崇拜它 可是我覺得我一輩子也買不起它的東西 所以我的夢想就是去 偷走它的 南瓜 然後因為 太喜歡它 所以我也 就是把 我就把南瓜頭放在我的頭上 好像沒有那一張 就是 我就把南瓜頭當成是我的商標 然後 然後就是 我幻想出一個人物 就是一個 恐龍 就是 所以我到 我的每一個畫作裡面 都會隱藏著那個 恐龍 因為我覺得 恐龍是 就是 手下無禮的 所以 雖然說我一個人在旅行 但是 因為有恐龍在我身體 所以我可以 克服很多很多的事情 對 所以我的創作裡面 都會有恐龍這個東西 然後 我的 我的代表人物就是 那個南瓜頭 對 然後 因為我非常喜歡那個 東南亞 熱帶國家 所以我 呃 我自己有去柬埔寨跟曼谷之路 有提過 所以我的創作都會跟 柬埔寨或是曼谷的關係 也會想要 呈現他們的生活 給台灣的人 知道 對 所以我就會就是 很常出現這個人物 這個就是 我幻想出來的 柬埔寨的 然後我就會把它 放在 我的任何的圖裡面 對 然後就是 這是我最近畫的 就是 就是 最近很爆紅 那個草莓 劉淇淋 然後我就想說 如果是我要拍的話 我應該是要拍這一種的 但是就是我幻想的 並不是我內心 是我真的有去做 對 因為我想要弄弄是我內心 不是我身體 對 對 然後 我 然後就是很開心 就是從去年 就是加入了 默默之後 然後公司有幫我出了很多 周邊賞品 真是 就很像夢一樣的生活 因為 其實我之前的畫畫就是 就是 只是一個興趣 可是因為就是 我覺得就是 你 如果再常有喜歡畫畫的人 就是 就是可以勇於的去 在網路上分享你的創作 因為 你可能覺得你畫的不好 但是 一定會有人去欣賞 跟喜歡 然後 現在我也覺得我畫的東西 就是 都是醜人跟 猝狂 可是 可是還是有人會 欣賞曝露這一塊 對 所以就是 很幸運有被挖掘 然後 公司幫我出了很多商品 然後 我覺得就是 如果再常有喜歡畫畫 或是設計 創作那種 看似好像 賺不到錢的工作 可是 可是我覺得就是 因為你喜歡 然後持續 就是 一定會被發掘 就算沒有被發掘 沒有關係 因為 就是 你只要持續 就是 就是 一定會有人喜歡 然後 慢慢的 夢想就會成真 對 對 這是我今天的本事 然後我有準備小卡片 就是 送給大家 對 超貼心 超貼心 那就 扒下去 扒下去 然後這邊 學生 好 謝謝大家的分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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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